重要的議題 那我們現在歡迎陳吉祥陳老師 我是念經濟 那底下都是針對經濟的相關問題 我不只是要講給各位在座底下的朋友聽 我們也是要講給我們現在的執政者 我們是想請教他 針對我底下的這些問題 他可以具體去回應 我第一個問題是 很多經濟理論講的 那是理論啊 跟食物沒有關係 我具體舉一個例子來講 他說我們不要針對瓦斯的價格去做干預 我們不要去針對水電的價格做干預 因為會違反市場的運作原則 其實這個只講對一半 因為當這些水電瓦斯價格上漲的時候 最後的所有的民生必須領價格上漲 這些民生必須領的價格上漲以後是回不來了 但是油電跟能源價格有沒有可能回跌?當然會啊 那你政府都沒辦法預計未來的整個能源價格的一個波動趨勢的時候 你就拿一個叫做所謂的尊重市場機能 那不針對他可能所受影響的這些民眾 那這樣的一個政策怎麼會是正確的呢? 我本來是要一點半上場的演講 因為我回屏東 我發現瓦斯桶漲到一千塊的時候啊 鄉下去撿木材的人變多了 那為什麼要撿木材? 因為要拿回來燒開水 要拿回來燒洗澡水 在很多的鄉下是沒有用瓦斯在燒洗澡水的 政府的政策制定 有考慮到這些民眾的這個所謂的生活上的痛苦嗎? 所以我第一個問題是 不要用所謂的經濟理論來實施你的所謂的所得重分配 這是第一個有關經濟的問題 第二個我要特別講的是 政府一直說你們這一群人就是造成 國內的經濟沒辦法成長的原因 因為你們反對貿易自由化 其實它完全沒有講對重點 如果經濟成長是用GDP來組成的話 自己國內的需求加政府的投資加外來的 對不起 政府我們自己的國內需求加政府的支出 加我們的投資佔了八成以上 你真正要發展經濟成長是要往這個方向 而不是直接全部貿易自由化 根據國際的這個機構的評比 台灣是全球最貿易自由化的前20個國家 即使是以農業部門最不貿易自由化的 我們的平均的關稅只剩下6.5% 遠低於日本、韓國 那為什麼還說我們貿易自由化不夠呢? 真正經濟沒辦法成長的主要原因是 政府的效能不張跟我們實際 所謂的法規定得太嚴格 我們產生一個非常荒謬的現象 我們對國外 就是所謂的貿易自由化的任何人才資金、技術、商品 都是採取非常松寬的 對我們自己的內部反而很嚴格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政府如果今天要通過VOT 來做一件所謂的投資案 光走程序就要一年半了 那這個問題是什麼? 是我們自己內部的政府的效能不張所造成 而絕對不是所謂的沒有貿易自由化 所以我們要問政府一個問題 今天的經濟成長緩慢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當然是你自己的政府效能不張 你怎麼會歸咎於貿易自由化呢? 這是第二個所要說明的 第三個我要說明的是 真假貿易自由化 貿易自由化也有假的貿易自由化 也有真的貿易自由化 2002年台灣加入來的世界 加入所謂的WTO 世界貿易組織 不是完全對全世界貿易自由化嗎? 我們的石油以石油來講 我們的石油市場應該要開放啊 美國的石油公司有來啊 為什麼他沒辦法在台灣生存下去? 如果今天我們真正貿易自由化 美國的石油公司來的時候 我們的國內的石油市場 會收到這兩家的廠商樓斷嗎? 當然不會啊! 那為什麼美國石油市場本來來的 後來沒辦法生存? 你是不是有廠商透過內部的 所謂的政治的流水 讓你外表示貿易自由化 內部你到國外的廠商沒有辦法生存? 結果誰是受害者? 當然是全民啊! 當然是消費者受害啊! 你為什麼不走這樣的一個貿易自由化 而是走所謂的 我們叫做虛假的貿易自由化 我們今天拿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們跟中國貿易自由化 獲利的廠商舉例來講 如果是金融業 那今天拿金融業到全世界去比 金融業會不會獲利? 如果萬一不會獲利的話 那你今天是有選擇的一個貿易自由化 當你有選擇貿易自由化的時候 你就在選擇支持你政黨的產業貿易自由化 這一種所謂的政治經濟遊戲底下的貿易自由化 我們認為是虛假的貿易自由化 我們會認為這樣的一個貿易自由化 會造成國內的嚴重的所得差距啊 所以我們會認為 你今天的兩岸貿易自由化 如果你把廠商攤開來 把產業攤開來 我有嚴重的懷疑 你是在做所謂的假貿易自由化 行手的重分配 那我的第四點 我底下有五大具體理由 反對所謂的兩岸如貿易協議 不只是不應該進入立法院的實質審查 甚至應該是要退回去重新談判 我第一個問題是 我在上次的立法院公平會的時候 經濟部委託他所謂的赤庫 你的數據能相信嗎 所以這個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要求政府去訂定貿易自由 貿易自由的衝擊領域辦法 我們要制定所謂的兩岸的監督條例 因為有這些辦法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破解政府對我們所說的這些數據 都是不正確的數據 這是第一點 反對所謂的兩岸如貿易協議的原因 第二點 我們反對它是政府根本沒有一個叫做所謂的貿易自由化的策略 我們今天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你先往一中市場去貿易自由化之後 跟往全球貿易自由化 對台灣的經濟影響 哪一個是正面的 我想各位在座都知道 我們裡面先加入TPP 再往一中市場貿易自由化 你今天的貿易策略 如果是走向一中市場 你可能走不到全世界的一個貿易自由化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國內的旅遊 裡面以前我們有很多的日本其他的國際旅客 開放了兩岸的路客進來之後 路客每次停留在台灣的貨位才多少 每個得六萬三千塊 其他國家的旅客每一次停留在台灣是多少 九萬多塊 相差了三萬塊 結果你因為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傾向一中以後 那我們貿易策略進來了 每年兩百萬 其他國際旅客會來嗎 但不會啊 嚴重影響到我們資源的使用 這就是一種貿易自由化的策略 不對的時候所造成的結果 我再舉一個最簡單農業的例子 因為我們現在農業也沿往大陸的市場 在景象 結果15年前 台灣在日本的農產品市場佔有率 跟中國在日本的農產品市場佔有率 各8%左右 現在呢 台灣在日本的市場佔有率不到2% 中國在日本市場佔有率多少 15% 我們到日本市場是高品質的農產品 我們被中國搶去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技術 我們資金被它打過去了 這樣的一個貿易自由化的策略 對我們的經濟影響非常的重要 結果你不告訴我們 你要先走決策貿易自由化 你居然是走單一的一個市場的貿易自由化 所以我們要問政府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你告訴我們 你的貿易自由化策略市場 為什麼要往一種市場的方向傾斜 這是反對兩岸無貿易協議的第二個理由 我們反對兩岸無貿易協議的第三個理由 就是它的條例裡面有太多的不對等 以農產品來講 對方 我們到對方去 我們的控股不能超過65% 對方過來 他可以 所有的完全開放 你就可以獨資和資和我 設立分公司 馬英九把糧食安全 之前提到國安層級的部分 可是我們竟然是完全這樣的一個開放 或者是舉一個最簡單的糧食的這個例子 你就可以發現說 兩岸無貿易協議裡面有太多的不對等 既然有這麼多的不對等 本來就是不該省的 就是第三點 反對兩岸無貿易協議的經濟理由 第四點 反對兩岸無貿易協議的理由就是 你為什麼要先簽服務貿易協議 之後才啟動貨品貿易協議 你為什麼不簽貨品貿易協議 再來服務貿易協議 中國跟所有的國家簽自由貿易協議 不是只有兩種情形 就是無貿、貨貿一起簽 或者是先貨貿、再貨貿 為什麼對台灣你是要先簽服務貿 再簽貨貿 那當然很簡單啊 簽無貿以後 你可以讓中資進來控制我們所有這些開放產業的經濟權 通貨被你拿去了 你之後貨貨栽進來 當然就是你中資所擁有的通貨商啊 跟你現在開放貨貨 通貨商還是我們台灣自己掌握的 形形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為什麼不先簽貨貨再簽服務貨 你要簽服務貨再貨貨 他完全不講 所以我們很嚴重的懷疑 這樣的一個貿易自由化不是真正的一種貿易自由化 這是我們第四點 環節它的一個兩岸的無貿易協議 第五點 這最後一點 我們認為六法委員根本沒有辦法審查 這樣的一個部長的貿易自由化協定 為什麼 因為政府的評估報告裡面 不只不確實而且不完整 我講不確實不完整 是只有透過中金月的報告裡面 說我們的GP會增加多少 GP的增加那個無度 比不上一個颱風來所造成的一個損失的影響 從來沒有針對我們的所得分配 我們的就業人數 每一個產業的影響衝擊凝固 做完整的報告 沒有這樣的一個完整報告的時候 連學術界都有很大的爭議的時候 另外我也怎麼有辦法審查 所以上面就是五點理由 反對兩岸無貿易自由化的一個所謂的簽訂 我最後只講一個 因為我這個兩岸無貿易自由化協議通過了 香港就是台灣的未來 香港在2004年簽了SEPA 2006年完全的服務貿易自由化 跟貨品貿易自由化 香港現在的所得差距 前5%最有錢的所得 跟底下5%最有錢的所得 相差將近90% 香港是所有的 像我們這樣已經開花國家裡面 所得分配差距最高的國家就是香港 香港因為簽了無貿易自由化以後 它的經濟有沒有成長 我保證跟之前每一簽是一樣的 維持2%到3%的一個 營業種子的一個成長而已 所以根本香港沒有因為簽了 所謂的跟對岸的一個貿易自由化 而增加經濟成長 香港出了所得分配差距以外 香港的實質工資 在過去這6年全部下跌 政府為什麼不把香港的這些 所有的經濟統計數字 呈現給我們看 香港什麼的產業在上漲 房價在上漲 香港的建築業在上漲 因為中國的資金進去了 結果這是我們要的嗎 所以我們認為說 如果這個服務貿易協議沒有擋到的話 香港就是台灣的未來 那我以上就是針對這個幾個經濟的理由 跟各位做報告 謝謝